好的各位同學,我是亞當 今天早上 眼睛一睜開 突然 靈光一閃 想說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要知道 我的學生們在上課的過程 在訓練的過程 他們的心路歷程 還有他們怎麼面對瓶頸 怎麼面對挫折的感覺 同時間去追求進步的那種熱情 所以我在想說 還是我也來玩一個這樣的遊戲 然後把它拍成一個紀錄的系列影片 我想要來試看看 我是右撇子 所以我想用左手 來試看看可不可以在兩個月內 破九十肝 眾所皆知 打高爾夫其實 除了動作之外,有很多什麼 例如下場的策略 或者你對高爾夫的一些基本觀念 距離的控制,我相信那些我是有的 可是,因為我的揮桿 左手的話基本上是從零開始 所以呢 我來試看看這個目標 兩個月內要破九十肝 來尋求那種重返巔峰的感覺 因為現在右手已經在走下坡了 所以左手從零開始的話 試看看可不可以兩個月內破九十肝 OK 那我相信要設立這樣的目標 我就要有一個這樣的訓練計畫 那還有我要找到一套球肝 然後一些配備 然後同時間最重要的 我要找到一個好的教練 來跟我一起訓練 那好,這一支影片就是這整個系列的開頭了 我希望我們可以順利的完成 就是兩個月內破九十肝的這個目標 那接下來影片我會去公佈我整個的 例如說我怎麼去做我的訓練計畫 然後怎樣去找到我的球肝 就好像我所有鋼學高爾夫的行程一樣 就是所有的路程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把它做成一個系列的紀錄片 OK 那這個影片就先這樣囉 期待我後續的影片囉